作词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漫漫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能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正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精神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喂 小南 你下班了 差不多了 你现在到底给谁在打工啊 妈 我在办公室说这个不太方便 再说我第一天上班 等回头再给你解释行不行 不行 你可别挂我电话啊 都连着好几回了 话说一半你就挂我电话 你爸 让你晚上回家吃饭 妈 今天不行那就周末啊 反正啊今天 你非得给我一个确定日子 早晚都得让他们知道 你说话啊 妈 你别费心了 我请大家去饭店吃饭吧 因为早就说好的 提成到我卡里 已经好久的日子了 再不行就没有诚意了 小北 多吃点啊 最近好像瘦了吧 公事繁重 让老板给累的呗 干吗 我是说新官上任三八伙的总经理 又没说无事一身轻的董事长 你怎么吃一瓶就打不你的嘴啊 小南 打你做下午跟你爸问你好几回了 你到底是换到哪家公司去上班了 我看你穿得这么正式 应该也是大企业吧 算是吧 二姐 我看啊 你还是赶快接小谜底的 你要是不说的话 爸妈这顿饭肯定吃得不消化了 对了 你不卖房子了 到底干什么呢 我做董事长的特别助理 这工作好 每个大老板身边都有这么一号人物 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虽说干的是特助的活 可是全公司巴结的对象 你别插嘴不行吗 二姐话还没说完呢 这还用说吗 能让二姐辞去卖房子 这么高薪地工作 那肯定是响当当的人物啊 是哪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吧 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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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就是外子企业 二姐 这公司一定还有一个中文名吧 叫什么呀 雷氏 我现在 是李青天的特助 雷董找我很久了 你不是跟我说拒绝人家了吗 后来想想 雷董挺有诚意的 而且雷氏在商界 威望那么高 能有这样的工作经历 对以后也有帮助 我不管雷氏是什么公司 关键不是这家公司 是雷晴天这人 他是杨俊杰未来的岳父 你去给人当特助 以后你天天跟那人见面 你难受不难受啊 反正我无所谓 那个人已经跟我毫无关系了 二姐 你太牛了 二姐 以你的能力 不应该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你为什么要自己找罪受啊 那如果说 杨俊贤和雷雷 时常地出入在你面前的话 你别不别扭啊 就随他进进出出去 如果他不觉得别扭 我也没有必要顾影自恋 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订婚 找到第二春了 难道我还一个人躲在被子里流眼泪吗 碰都碰上了吗 久了就习惯了 那那个雷晴天 知道你是谁吗 人事资料上面都写着 他当然知道了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雷晴天 知不知道你是杨俊贤的前妻 所以啊 那个雷晴天并不知道 你跟他未来女婿的关系 爸 雷董看好的是我的能力 这跟我过去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杨俊贤巴不得要甩开 何晓岚前夫的影子 我干嘛老背着杨俊贤前妻的包袱 还敲锣打鼓的四处张扬 您不是老说做人要向前看吗 是的 我是说过这句话 可是目前的情况 这句话不失用 如果说雷晴天跟你认识是一种巧遇 那么你答应到雷师去工作 做雷晴天的特别助理 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这就不能不让人对你的动机产生疑问了 我能有什么动机啊我 你是傻了还是懵了小男 你这脑袋瓜子里到底想什么呀你 二姐 你别介意啊 爸妈都是关心你 有什么你就说出来嘛 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雷董对我的工作表现很满意 我也能够适应和胜任这份工作 只接了雷雷一个电话 除此之外 没有跟任何人有工作以外的接触 更重要的是 雷董的为人非常好 没有一般商人的试快 我觉得做他的特助 我特别地自在 等你见着杨俊贤 看你还会不会自在地起来哦 妈 小男 我们不是担心你的工作能力 要是没有过去那些事 你找到今天这样的工作啊 我们会为你高兴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啊 雷青天要知道了你的身份 那么他会怎么看你呢 他还能这么信任你重用你吗 也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真相的 不可能吧 你早晚得跟杨俊贤见面的 他根本就不敢说 你管他敢不敢哪 做人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要是雷勇是个好人 你更不应该欺骗人家了 以后杨俊贤 在雷家父女面前演戏 你在边上一搭一唱的 你谁呀 他唱主角你唱配角 这像话吗 装着不认识不就行了吗 干吗陪他演戏啊 累不累我 二姐 可常常见面总不是好事吧 特助有的时候 连董事长的生活也要兼顾的 他女儿结婚 你不会不参与不帮忙吧 那可有意思了 前妻帮的前夫张罗婚礼 不知道他们家人看了 心里是什么感受 小男 我不允许你再这么瞎胡闹 明天把这工作辞了 好好找个工作 别再跟杨家的人搅和在一起了 爸 我做不到 你 小男 你怎么可以跟你爸这么说话 我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 才接受雷董的邀请 我没有在开玩笑 更没有在胡闹 雷是的的确确 是我理想中的工作环境 美式的管理作法 没有官场的习气 更没有勾心斗角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躲着杨俊贤 失去这么好的机会 我要是不让你去这么干呢 那我只能让您失望了 这 你就不能让我跟你爸省点心吗 非得让我们替你成天担心受怕的 这不省不省心的问题 我觉得我不会有事 你们就是还瞎操心 二姐 爸妈不是瞎操心 以前我也和你一样 总觉得他们啰嗦 可后来我才发现 咱的爸妈 还真有点未普先知的本领 好几次都被他们言中了 我 我实话实说也不行啊 何小北 这没有你实话的份 你是不是想找梦啊 吃饭 小男 我们不会害你 这儿有四个人 四张反对票 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妈 你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吃饭吃饭 菜都凉了 不是啊这事还没解决 你怎么吃得下 你让我怎么解决 说好说仔他都不听 什么事都由着性子来 我能把他锁在家里头 不让他出去 就算我锁得住 能锁多久 一星期一个月一年 可是一辈子 爸 对不起 那你就由着他去了 天塌下来也得先填饱肚子 来 吃饭吃饭 妈 其实特别助理这活真的不错 也许二姐的决定没有错 何小北 你怎么就花那么多呢 吃一盘子来吃也不填不住你的嘴 吃东西 我还不能说话呢 建红呢 他怎么没过来啊 他有应酬 何小北 经理去应酬 你却坐在这地方 大吃大喝的笑话吗 他今天知道是你请客 特意让我来捧你的场 我这可是奉命行事 健康在天宇干的还习惯吗 还可以 来 多吃点菜啊 好 谢谢你 妈我自己来 妈 妈 我我我别吃那么多了 我吃太多的话 我怕我那个宝宝太大的话 我就不好生了 只要没有人哪 天天逼你吃薄品喝鸡汤 宝宝会大到哪儿去啊 妈 我姐夫她妈才住咱家三天 你怎么这么记仇啊 天底下有几个奶奶 会害自己孙子的 小仙说得一点都不错 你看你话多得跟个多嘴婆似的 你不嫌累啊 我吃东西 小楠 建红去天宇上班 也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 你就别老为这事不开心了啊 人人都有找工作的自由 小楠能够当雷青天的特别助理 建红怎么就不能当总经理啊 你干嘛呀 你跟自己女儿来什么劲啊 爸说得没错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没有本事 给家里开个公司 养活大家 要是当初天宇那五百万是我的 不知道该有多好 也不是无影通 只是相遇太浓 还不睡啊 你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啊 你臭死了 你喝多少酒啊 当经理啊 就这点不好 每个人都跟你干杯 你喝了吧 自己难受 不喝吧 别人说你白谱 宝宝 宝宝 宝宝今天乖不乖啊 有没有闹妈妈呀 宝宝特别乖 哪有他爸爸这么不乖啊 你快点去吧 洗澡了 明天啊 还要上班呢 快点的 好 今天俊贤来公司了 春风得意啊 感情事业两如意 可他透露了个讯息 透露个讯息 他想把天宇给卖了 什么 卖天宇 那 那你跟小北怎么办啊 你别那么紧张嘛 还没谈到哪儿呢 只是有这么个想法 他问我跟小北的意见 我说要是有钱啊 我还真想把天宇给顶下来 可惜啊 能力有限 当不了天宇真正的老板啊 那 他怎么说呀 再说呗 俊贤这人挺够意思的 把我跟小北当真兄弟 说了 不管以后公司怎么样 都不会影响我跟小北的工作权益 反正暂时不会有什么变动 喂 二姐跟你说了没 她 换她新工作了吗 去雷市了 还是跟雷青天当特助 你别急了 爸都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可是二姐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扭得很 谁说什么都不听 已经去上班了 那以后 她跟俊贤 不知道不知道 神经自然吧 这前夫前妻的自然的起来嘛 我告诉你啊 你千万别胡说八道去啊 二姐特别在乎这个 她不愿意被别人折腾的过去 这事瞒得住吗 早晚不得碰面吗 我也不知道二姐究竟怎么想的 现在还换了个新发型 把头都剪短了 一看就是要重新开始嘛 想不通的是 她为什么找了一个危机四伏 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工作 爸妈现在啊是愁眉不展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了 你说二姐会不会对俊贤旧行为了想争取复婚呢 不可能 二姐的语气啊根本没有那意思 二姐的心思谁能知道啊 如果咱们家人能把她琢磨透了的话 她也不至于夺今天这个地步 反正目已成舟了 尽管其便吧 你快去洗澡吧 一会儿你再不洗澡啊 明天上班一定会晚的 快点快点快点 是啊 你这一天跑哪儿去了 逛街啊 逛街还能逛一天哪 哎呦 你又老土了吧 逛街啊不过是个笼统的说法 除了买衣服之外呢 我还可以买买鞋呀 买买首饰呀 做个头发呀 做个脸呀 漂亮吧 哎呦干嘛呀 板着张脸 是不是你那个宝贝妹妹 又在你面前给我小鞋穿了 去 去 哎哎哎 你干嘛呀 一件两千多块钱呢 什么 就这么一件就是两千多块钱啊 怎么了 就这件稍微贵一点嘛 其他的都挺便宜的呀 哎哎 这些呀都只要一千多块钱一件 不是 那这么一堆破衣服总共多少钱啊 那衣服 加上这些首饰 几万块钱呗 哎呀 怎么了 我不配穿两千块钱一件的衣服呀 从我怀一飞那天开始啊 我就没有好好打扮过自己 生一飞的时候你也看见了 我差点在场盘死掉了 替你们沈家平平安安的 把长的孙生下来了 一点表示都没有 我当然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 那生孩子是咱们心甘情愿的事情嘛 那做女人的本分嘛 她想向我讨赏了你 我算是想明白了 女人呀 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以前呀那就活着 今天开始我要生活 好好地享受生活 那 那衣飞呢 衣飞就不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没说衣飞不是我生活一部分啊 我又不是不管她了 那我问你 这一整天你尽到做母亲的义务了吗 衣飞白天在店里嗓子都哭哑了 这沈娇又没当我妈 你就这么放心把衣飞扔给她呀 这都几点了现在 这要跟别人家的孩子早就睡觉了 我这一回来又是给衣飞什么 喂奶洗澡洗奶瓶洗尿布 那我要十二点再回来呢 衣飞怎么办呀 咱们电话里边不都说好了吗 是你非要抢着回来跟衣飞洗澡的 那你那口气老大不情愿的 我当然得说我洗了 那谁洗呀 为了这么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 你给我这么嚷嚷啊 有病吧 那你刚才说 从现在开始你要享受人生了 我当然得把话说清楚了 要不然沈娟又该说 咱们做父母的不是了 原来是有人打我小报告啊 说吧 你那个宝贝妹妹都说我什么话话了 你先甭管人家说什么 我告诉你啊 衣飞是咱亲闺女 不管你忙什么去哪儿 你都得带着她 咱们家已经够清闲了 我又没让你出去挣钱去 你没看见人家那些农村妇女啊 背着个孩子还得下地干活呢 人家埋怨了吗 没见过你这么当妈的 就一天啊 我就一天没带衣飞 我又不是天天逛街了 就这么数了我呀 还农村妇女 你好意思说呀 哪我跟农村妇女比 衣飞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我会不心疼她 那你有本事 带着女儿一起呀 不就今天一天 让你做了动脚事吗 这有这么刀刀吗 沈变宁你放心吧 以后啊 衣飞的吃喝拉撒不用你管 我一个人全承包了行了吧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 以后该管的我还是会管 那衣飞也是我女儿嘛 放心吧 等我以后赚了钱呀 我请十个保姆照顾衣飞 两千块钱的衣服算什么呀 衣飞长大了 我给她卖两万块钱的衣服 我一定要让衣飞 过上富二代的生活 玉芳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比什么都强 你别老想着你那发财磨 确实 我告诉你啊 别打什么鬼主意啊 什么投资什么的 我坚决反对啊 您的果汁 请慢用 谢谢 大嫂 您刚刚说什么 想给我打听一个人啊 嗯 谁呀 苏海峰啊 苏海峰 对啊 就是你前姐夫的姐夫 好像是表姐夫对吧 你们熟不熟啊 现在还有没有来往呀 苏海峰啊 大嫂 其实杨家人跟我们家人 向来不太来往的 就是上一次 在天语公司成立的酒会上 见过一面 话都没有说过 更谈不上熟了 这样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没关系的大嫂 要是有什么事非他不可的话 你可以跟我直说 我去跟建红讲一讲 让他去找俊贤 他跟俊贤啊 一个礼拜总会见过一两面的 哎呀对呀我都忘了还有建红呢 您说吧怎么了 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吧 这个闲钱多了吧 放在家里头也不是 搁在银行里边吧 利息又少得可怜 是啊 现在银行的利率 确实不太划算的 就是呀 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打听过了 没人愿意入一个月 几千块钱的会 你说那一个月三五百的会 有什么好入的呀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我都嫌麻烦 大嫂你是想投资吗 那这样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理财顾问啊 以前在我上班的银行 具有针对贵宾的这种服务 或者也可以买基金 买供债也行 基金赚的还没有我加盟店赚的多呢 我听说呀 那个苏海峰特别会炒股 所以我想呢 万万不可打扫 苏海峰这个人心术不正 只要跟他扯上关系的人 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老出我眉头 你怎么就不说我赚了呢 我明白了 你是怕我在股票里边赚了钱 给依妃赚个富二代的身份 就把你这个总经理太太的身份 给比下去了 你脸上挂不住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我和建明论学历论资历 都不如你们夫妻俩 所以你们压根就把我们没放在眼里 就是因为在沈家受够了冤枉器 所以我不能让一飞树在起跑线上 大嫂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 你太冤枉我了 我只不过是就我的专业 还有 还有对苏海峰的片面了解 给你提供一个良好的建议而已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不愿意你富裕呢 我这逻辑不通的 那你把苏海峰的联络方式给我呀 大嫂 我真是看错人了 还老说是一家人 依妃给你们家宝宝是姐弟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建明还老说我 别把你们当外人 你有没有想过呀 你这种见不得人好的自私心态 对得起我死去的婆婆吗 大嫂 那是账单 本来是想请你喝咖啡的 现在 你还好意思让我请啊 不用 我来可以的 算你还懂点礼貌 依妃呀 人家不肯帮咱们母女 咱们自己想办法 大嫂 我帮你叫个车去 你歇着吧 这有没人 别转我做药物 大嫂 苏海峰真不是好人 你要相信我的话 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大嫂 什么 她要跟在苏海峰屁股后的炒股票 我听到 一直还相当地坚定啊 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听 还说什么 我看不得她好 把我狠狠地挖苦了一通 老公 你说我们怎么办 你又没答应替她牵线 不关我们的事 二姐早就说过 苏海峰这个人不行 特别的坏 心术不正 当初不就是吗 她是一心想把俊贤挤出天下 才和二姐那么不对付的 二姐现在呀 对她恨之入骨 我真的没想到 大嫂居然为了跟她盘关系 来请我喝咖啡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这万一 万一也不关我们的事 反正她也没关我们要钱 她爱怎么吵就怎么吵 用不着你在这儿挤人忧天的 再说了 要是真有事的话呀 大哥肯定会拦着她的 不可能任由她炒股炒到倾家荡产 老公 我就怀疑 这个事大哥压根就不知道 大嫂瞒着大哥 你想啊 看大哥卤猪蹄我就知道 他是照着爸的口纯心瘦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 把猪蹄卤得漂漂亮亮的 根本就不是那种 腾云驾雾一步登天的性格 他怎么会同意大嫂炒股呢 更何况 以大嫂的为人和她的心态 根本就不是投资 那是投机 然后呢 现在国际股市大起大落的 根本就不适合空手进场 你跟大哥说一说呗 让他劝劝大嫂吧 不管有没有苏海峰这个关系在 都不能贸然把钱扔进去 否则一旦赔了 后果不堪设想 不去 老公 干吗呀 都是一家人嘛 又是你大哥大嫂 你不要这样嘛 你想啊 我又是学财经毕业的 如果大哥大嫂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我都不参与也不管的话 我能原谅我自己吗 又不是你怂恿她炒股的 怕什么呀 再说吧 得失利弊 你都已经苦口婆心地分析给她听了 该尽的责任你已经全尽到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摊着浑水 可是以我的性格 这个事我发现了 我如果不说的话 一旦大哥大嫂遮进去了 我这一辈子我真的原谅不了自己 不是 大嫂有批你做她的理财顾问吗 那倒是没有 可是独善其身 它不是我的作人原则 就我们这身份地位 你还想奸善天下呀 最起码 也要照顾自己家人吧 不是你说不去呀 不去 不去拉倒 不许我去呗 大不了 我被大哥骂一顿 灰头土脸地回家哭一头 没关系 反正我经常爱骂 习惯了 如果说这个事真捅出篓子了 我不解决的话 让爸妈知道了 烦心就是我们做子女的不孝了 是 怎么办啊 咱们去吧 我去吧 提起来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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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我去吧 我可不想让我宝宝还没落地呢 就被人骂一顿了 害惹爸妈不高兴 真的吗 老公 你真乖 晚安 老公 你是在煎饼啊还是在煎鱼啊 不知道该怎么了 你大哥开口了 你要这么为难的话 还是我去说吧好吗 没有为难 你好好睡啊 我不翻身了 老婆晚安 老公晚安 好 见我 哥 好久不见 什么事啊 非得把我叫出来 那店里也不能说 这话店里面不太好说 有什么话咱俩之间 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说过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别走啊 你不说没事吗 不是没事 是没大事 小夕说 你跟嫂子想投资股票 投资股票 谁跟你说的 小夕啊 昨天嫂子特意把小夕约出去 说是让小夕介绍苏海峰 给她认识 想跟着苏海峰一起炒股票 等会儿等会儿 苏海峰是谁啊 就是小夕二姐夫的表姐夫 不 应该说是小夕前姐夫的表姐夫 这说着绕口令儿呢 谁是谁姐夫啊 苏海峰是杨俊贤的表姐夫 这小夕她二姐夫 不是跟杨俊贤离婚了吗 所以应该叫前姐夫 明白了 你接着说 昨天嫂子想认识苏海峰 因为她听说苏海峰 炒股票赚了大钱 想跟着苏海峰一起炒股 这个郁风 居然敢瞒着我干这种事 哥 接着说 那嫂子想炒股这事 是 你早就知道了吧 我就说嘛 这么大的事夫妻之间哪儿瞒得住啊 小夕穷紧张 非得让我过来给你提个醒 对不起啊 当我什么都没说 真是的 白耽误你那么长时间 你进去忙吧 我先走了啊 等会儿等 这话说了一半没说完呢 那小夕到底有没有帮玉峰去签签 嫂子没告诉你吗 她说了 她昨天晚上啊 本来想跟我说来着 我给一飞洗澡没哭上 把你说也一样 你说吧 主要是小夕吧 本来跟苏海峰就不熟 没法接受 小夕绝不是要挡你和嫂子财路 主要是苏海峰这人啊 太不厚道了 小夕她二姐没离婚之前 吃了这个人不少亏 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想抄股票 千万别跟这个人合作 太危险了 这个一份 头脑发烧 想钱都想疯了吧 哥 我知道了 你就这事找我 是小夕硬逼我来的 都怪她以前啊 在银行老是替人理财 这警惕性啊高得过头了 说什么 要是你跟嫂子吃了投资亏 她这一辈子良心都不安宁了 你难为小夕了 挺个大肚子 还得为我们夫妻俩操心 你回去替我谢谢小夕 谢什么呀 她是没事 闲得慌才瞎操心的 江洪啊 回去好好照顾小夕 女人在这个时候特别敏感 情绪特别不稳定 你这个做老公的 别瞎忙工作 不管你是董事长还是大老板 你都得按时回家陪老婆 明白吗 我知道 那行吗 那这样 您忙 还好没发火 好 等我回去非问个清楚不可 把我的话大耳旁风 还找到小夕头上了 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 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这还不到一个小时呢 就赚了五百块钱 要是我的本金再多一点 那就算没有苏海峰 我这一年赚的也不少啊 李行 你快来看 这阿财给我下载的新游戏真好玩 回来挺晚的嘛 放心吧今儿跟了我一天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绷着个脸给谁看呢 我千叮零万种符 让你别碰股票 你仗没仗耳朵 还四处打探消息 你以为巴上苏海峰 就飞黄腾达了 要真那么好转的话 那杨家会成那样子吗 小夕这个女人 嘴巴还真是长啊 她跟你说三道四了吧 你先甭数了别人 你打什么主意呢你 我能打什么主意啊 我不就想多赚点钱吗 我听说啊 这个股票来钱可快了 有的人不到一个小时 就能赚五百块钱呢 拿五千赚五千我都不乐意 这哪是投资啊 根本就是赌博嘛 不对 赌博都不如 那打麻将手上还能有副牌呢 买彩票还有张纸呢 这买股票算什么呀 赔了赚了都是别人说了算 这能算个事吗 剑红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苏海峰不是个好东西 那小夕他二姐身受其害 活生生的一个教训摆在眼前 你怎么还往火坑里跳呢 我不过就是打听打听 我又没去炒鼓了 那你不炒的话你瞎打听什么呀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一回家就大吼大叫的 一会儿一飞又被你吵醒了 我好好说话 你能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吗 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人炒鼓 炒的是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的 那上吊的跳楼的又不在少数 那很多人跟逃犯一样 东多多西藏藏 你没听说过呀 你这话题扯得太远了啊 股票如果真像你说的 有百害而无一利 国家呀早就把那些 证券交易所都关闭了 况且那个苏海峰 我都还没搭上线呢 有什么好紧张的呀 就算我以后跟他搭上线了 我也只不过想跟他学习学习 怎么样赚钱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了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 反正我是坚决反对 我认为呀 这个股票就像一把双刃剑 可你怎么使了 你也知道我是最讨厌赌博的 不然之前我能跟我爸 闹成那样啊 你说的那些跳楼的 都是手里没钱 又要面子去借钱炒股的 那如果我炒的话嘛 我有多少钱我就投多少钱呢 我说不准就不准 哪能多废话啊你 是家里赚的钱全在你那儿 我也说过随你支配 可是你瞒着我不把我这个老公 放在心里 我心里不痛快 你是不是不叫我不会说话呀 我只不过是发表一下意见 说炒股不是什么坏事 我又还没去做了 要不是坏事的话 干吗怕我知道 想生米煮成熟饭 让我没得是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想蒙我 雨芳 你要知道 为了这个家 我不想跟你吵 尤其是你给我生了依妃 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不想因为一件 鸡毛蒜皮的小事 影响咱俩夫妻的感情 可你倒好 得寸进尺 瞪鼻子上脸 我告诉你 我今天忍不了了 不管怎么样 你必须得听我的 沈建民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只不过是想多赚点钱 雨芳 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赚钱 我知道你这人心情高 你这么做这么想 都是为了这个家着想 那你既然知道 你干嘛这样对我呀 那我好好说 你能听得进去吗 这个家蒙店 咱们做了才没多长时间 每天光芒这些 已经焦头烂额了 再说了 咱们手头就这么几百万 这要出了什么闪 是怎么办呀 我可不想让一飞 跟着咱们一起担风险 那好好过日子 比什么不强啊 好好好 都听你的行了吧 谁让你是一家之主呢 怎么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我刚才说话口气不大好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知道 你这么说这么做 都是为了我好 明白就好 好 那行吧 那我洗澡去了 对了 你要真觉得 带着一飞泪的话 我不反对 找个阿姨去照顾 家蒙店的那帮人 有时候那点麻烦 还真得你出马 才压得住呢 现在知道我的重要性了 放心吧 我自己会看情况的 你快洗澡吧 何小夕 算你狠 竟然敢告我的状 我江玉凤也不是被吓打的 你越挡我的财路 我就越要做给你看 到时候 看我怎么用钱砸死你 沈建民你还真是没用 我要真听你的话呀 赚钱的大好机会 早就从眼前飞走了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你老婆后只会带孩子 还能让你脱贫致富 彻底翻身 再来说 你老婆 你老婆 真是别人 你老婆 你老婆 我老婆 我老婆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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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我老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